《曹操锦小慎微》 但是非常的有能力 他们靠着自己的努力 在这乱世之中慢慢的崛起 最成功的一位就是曹操 说到曹操的出身 虽然算不上什么贫困人家 但也不是名门世家 在这种世家门阀盛行的年代 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 也并非一时 特别是像何元绍 元树等人比差距甚远 经过层层筛选 曹操从中脱颖而出 成为权倾天下的人 这就说明了他的不一般 可是 在能深谋远虑也有犯错的时候 曹操生平就犯了四个错 不但丢掉了统一天下的机会 还给后代留下了祸患 你知道这四个错误是什么吗 第一个 就是放走了刘备 在这乱世之中 虽然称霸一方的诸侯很多 但是真正可以被称作英雄的 却很少之又少 曹操 曾说过 要论起英雄 只有自己和曹操才算得傻 当年曹操与吕布 为了争夺徐州时爆发的战争 由于曹操势力雄厚 刘备就顺势归降 结果曹操轻而易举的赢得了这场战争 刘备就暂时效力于曹操 刘备此人表面上虽然看着老是忠厚 但实际上胸怀大略 曹操和旁人都可以看出来 曹操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刘备 而他的毛氏们却各有各的想法 展开全文成语等人认为 刘备表里不宜 颇有野心 肯定不愿长久屈居人下 肯定会成为一大祸患 要尽快啄掉 而国家觉得 刘备既然是主动来投奔了 加上又有凝乱 就不能随随便便的杀掉他 只要不轻易放掉他 妥当安置就行了 曹操听了手下的建议 也不知如何才好 就暂时把这事给放下了 虽然曹操并没有什么动作 可刘备却察觉到了什么 所以主动请求领兵去阻拦袁术 曹操答应后 刘备便就马而去 曹操放走了刘备给自己留下 那一个祸患 还失去了一统天下的机会 就像国家说的 就算不杀刘备 也不能轻易放他离开 第二个就是沉浸美色 失去爱子 曹操虽然是雄才伟劣的主人 但仍无完人 他也有许多小毛病 比如沉迷美色 曹操生平娶了数十位妻妾 其中有些都是强行占娶的 比如袁绍的儿媳妇 秦一路的夫人等 就算是这样曹操依然不满足 甚至还要强占张秀的沈娘宙事 最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曹操在进宫完成时 张秀直接投降了 然后 曹操带着自己的儿子曹昂和手下猛将给维续招降 可曹操对张秀打起了主意 完全不考虑张秀的感受 只想占为己有 结果引起了张秀的反抗 面对成千上万的叛军 曹操急忙逃跑 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是曹昂却死在了沙场 原本曹操对曹昂寄予厚望 可因为自己的过错 使爱子死在了晚成 对他来说 不失为一个沉重打击 第三就是在选继承人时 犹豫不决 曹昂本是曹操的理想人选 可惜命上晚成 曹操虽然难过 可还是要考虑力敌之事 曹操让儿子虽多 但算得上优秀的 就只有曹冲 曹植和曹批了 曹操十分喜爱自己的小儿子曹冲 可就是因为 这份宠爱给曹冲带来了危险 曹冲死后 曹操还是不知道选谁 使得曹丕和曹植二人争来争去 第四个 就是在安排司马懿时不够谨慎小心 曹操知道 司马懿才华横溢 同时也非常的有野心 所以他在事实 很是提防司马懿 处处小心 虽然没有重用司马懿 但他也没有任何的举动 曹操当然知道 像司马懿这样颇具野心的人十分危险 对自己也是威胁极大 但是曹操很自负 他认为 只要自己选择的继承人能够把控得住 就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曹操在临死前 只是嘱咐了曹丕 千万不要对司马懿为以重任 可是曹丕继位后 没有遵从曹操的嘱咐 不但重用起司马懿 还把江山托付给了他 这就为司马懿后来的崛起 做了铺垫和良机 虽然曹操身谋远率 但是肯定不会想到 自己的子孙后代都是短命的人 三代下来都没能抵得上一个司马懿 最后曹操的江山全部便宜了司马懿 而曹氏子孙全部遭遇惨痛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误 对于以上还要提的是 曹操就算再怎么厉害 也是凡人 根本想不到刘备司马懿能做多大的事 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灾难 同样这些也不会掩盖曹操雄才伪劣君主的风范 你是这样认为的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